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番茄烧豆腐 那我们首先需要豆腐 这里有一盒300克的滑豆腐 尽量不要用老豆腐 因为番茄是水水嫩嫩的 那老豆腐呢不配 老豆腐比较合适炖大白菜 两个番茄差不多也在半磅300克左右 一根青葱 首先把番茄切成片或者是块 葱白破开 切成葱花 就可以准备开火了 这只菜不要放很多油 油热和葱白香下去 让它爆爆香 然后前后角番茄就下了 翻炒一下就下豆腐 豆腐就这样用小刀把它划开在盒子里面 不要放在砧板上了 撕汤汤底 再来就调料了 我们用四分之一的teaspoon 放一勺盐 然后再四分之一的teaspoon的糖 或均匀 建议起锅的时候尝一下味道 如果番茄酸的话就要加一点糖 最后起锅前别忘了把葱花放进去 这只菜就完成了 好来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